当播NBA篮球快讯,星期六早早,NBA常规赛继续有好戏上演,届时唐我将会坐镇主场迎战金快,金快近期表现走样,过去三场只得一胜二负,其中一场败仗就在拜唐我所赐,这场再次碰面,金快确实不宜高估,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,上场坐镇主场面对胡仁,唐我由一开始就处于领先,特别是在第二节, 他们只是给胡仁得到17分,而自己打出一波27比17的攻击波,到了第三节,唐我更加拿了43分,而都只是给胡仁得到30分,可以打出这样的表现,恩格林功不可没,前三节比赛,恩格林就拿了33分,特别是在第三节,单节收获17分,面对旧主司豪吴手远,最终交出36分,四次助攻同三个篮板的成绩单, 带领球队以128比111击败胡仁录得两连胜,而另一名大将司安威廉神,在同胡仁的比赛都有不错的表现,交出27分外加9个篮板的成绩单, 司安威廉神在经过上次新受赛季的打磨之后,本赛季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, 目前为止,共卫唐我出战了41场比赛,每场平均都可以拿到25.7分,7个篮板同3.4次助攻,而且入选了今季西岸全明星, 可以见到他的表现已经得到媒体同球迷的认可。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,他们两个在之前同金快的交锋里面, 双双各自拿了30分,是唐系获胜的最大功臣。 金铺再次面对金快,唐我剑指三连胜。 阵容方面,前锋占视装迅违反健康同安全协议缺阵。 金快上场走访正遭遇9连败打击的速龙, 本以为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录得两连胜,但估不到被速龙打到丢窥气夹。 最终24分惨败,主要得分手的W,巴顿更加在全场挂领, 8次出手无一命中,只交出3个篮板同一次偷波的成绩单。 另外犯规同失误,就各有两次。 要知道,这个时候的速龙可以说是内忧外患。 罗利同洛文保维交易留言前身,主张施亚金又同主瑞力黑纽斯发生言语上的冲突, 球队正在到经历严重更衣室问题,金快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 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是不应该。 而在输给速龙之后,金快过去三场只得一胜二负的战绩, 而其中就包括一场输给唐我的比赛。 而且,金快过往十次和唐我交手输多赢少, 过去六次交手更是只得一胜五负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金快这次胜算的确不大。 阵容方面,后卫蒙特摩里士和前锋韦丁顿因相缺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